这件国宝名气家喻户晓 故事极富传奇色彩 请听题 2022年央视春晚创意鹦鹉诗画节目 《易江南》将皇宫望的名作《复春山居图》 以动态效果再现 打造出人入画中画随景洞的诗意图景 实现了《复春山居图》 以创新形式再合必的赏心乐视 《复春山居图》 从前至后共有八个点景人物 通过他们人物形象的变化 呈现了作者的人生体悟 请根据原画《从前至后》的顺序 对以上取材字《复春山居图》的画面进行排序 请 抢 打 哇 马天放抢到 我的答案是D C B 然后选A 我觉得相对来说在画上面呢 两边人应该是有远即近 中间话大家近一点 大家就是这样 有不同答案吗 王超 你选什么 我刚才仔细地看了四个点景的情况 我觉得比如像B 他是一个人穿着有缩衣 然后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渔夫的形象 然后C呢 他这个人担着梁捆柴 然后我觉得就是乔夫的形象 D呢 我觉得他好像手处了 有一个锄头一样的东西 可能是农夫 然后A 他这个应该是一个士大夫 戴着有一个帽子 我就觉得可能就是传统中的鱼桥跟独 所以说如果让我来选的话 我可能会选B C D A 目前韩家和马天放是场上 排在最后的两位选手 所以成败再次一举了 本题正确选项是 A C B D 很遗憾 你答错了 鱼桥更独 这里面呢 没有更 鱼 桥 独 在这里面都存在 我个人认为 都是黄公望自己的字矿 这是一个隐士 一个隐者 他自己在傅春江畔的 他的这个生活岁月 他的这个生命的写照 傅春山居图呢 是我们中国绘画史上的剧作 它虽然是平远的景色 但它是一座高峰 同时呢 也是我们中国画 沿袭 被一件绕不开的范本 富春山居图 中国绘画史的名画 出自元代四大家之手 黄公望的手笔 它前后花了将近七年时间完成的 大家不太理解 这张画 从开始到结束 好像一期呵成了嘛 为什么要七年 那么这涉及到黄公望 他艺术家的创作 他是要讲究一种精神状态 他觉得最放松 状态最佳的时候呢 他就把纸拿出来 就是画 如果状态不好 他就停下来 黄公望的主要的生活区域呢 应该是在江南 真山真水对他的这种熏陶 也是他这幅创作 富春山居图的重要源泉 我想这幅作品 达到了他生命当中 最辉煌的那个巅峰 就像一首笔墨交响乐一样 它是不可重复 所以呢是成为他的一个代表作 另外一个就是这幅画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传奇的故事 就是晚明有一个收藏家 叫吴洪玉 他收藏了这幅画以后呢 临终之前 他是太爱这幅画了 要把它一起烧掉 那么当他把这个画点燃的时候呢 他也不能直视 然后他身边的侄子呢 就把它抢下来 结果这幅画呢 就大家知道是一分为二 到了1652年左右 清代有一个收藏家叫吴奇珍 得到了前面的一段 也就是现场浙江省博物馆的那一段 当时他觉得这幅画一分为二 非常可惜 然后呢为他定了一个名称 就叫圣山图 所以圣山图实际上是 清初吴奇珍定的 那么之后500年 实际上他们没有合避过 直到2011年 在台北 是500年以后第一次合避 那么很有幸的时候 那次合避的现场我也在 所以我见证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